今天要記得來喔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個還好可惜喔 最後一次呢 我每次都想要再下一次分享 其實我都沒辦法分享到 然後他就說 今天就直接上吧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一些 就是 我今天的表情是大本場 如果我會那麼想創造一起點 因為其實 焦點對我自己來說 也是一個起點 因為很多奇蹟在開始 都是因為人 就是人與人的交 就是人與人的交會 然後就創造很多的輸出都獲取的路線 那所以我覺得 上面這個火火節 對我們來說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全世界所有的 發生的改變都是因為這一陣禮物 就是如果啊 就是 如果那個時候 就是 比爾蓋茨他沒有說 如果每家家公司都有一台電 那世界會變怎麼樣 那獲取我們就沒有現在 這麼困難的就是 每個人都有一台電 的這種狀況產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是這一件事是這樣重要的 對 好 這是三年前 欸兩年前 不好意思 我時間記錯了 就是兩年前 我一直都變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超緊張 我超緊張緊張 然後就全身都在發動 然後 然後下來的時候 別人還問什麼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對 所以其實 想像其實已經超過了兩年了 就是 呃 就是希望可以 今天可以比較不一樣 對 那我叫 我叫Kareem 然後也有人叫小韓 那我現在是 豐創人才智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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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啊 就是 就是 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幾個故事 就是 第一個是我自己的故事 就是 呃 其實啊 在 在我 我不知道說在場 各位有沒有就是 填過濕潤的經驗 就是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啊 大學我 呃 我填了一百個契約 那 我是不知道什麼就是 我最後上的是我第九十六個經驗 我就是中文系 對 所以就是 欸如果那個時候我可能沒有補中文系 我就 我就 我就可能要再多補一點 對 所以就是 那個時候 呃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 找 呃 應該是說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應該想說 我中文系到底是可以做什麼 而且其實我們 學校的東西是 是非常非常傳統的 我們就是 欸我們 我們就是有寫詩 我們就是寫堂詩 宗詩 原曲 然後還有 武文 對就是我們上課 然後還有寫很多那個 講武文啊之類的 精武文啊之類的 對就是我們上課 我們考試還宣畫畫的 對 那 呃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無法要做什麼 那 在那個當下其實 我就 我做了一個選擇 就是 我考對中文系 就是我 我那個時候 我大一的時候 我忙了我實力的社團 那我目的就是 我想要去 一直去你詳細心的保險 然後不要去 接觸到這件事 所以 所以那個時候 呃 那個時候其實 呃 因為這個社團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像是 那個時候我也參加過一個活動 都不知道 沒有人聽過 叫我記得一把 去賺金賽 對 那個時候我參加創金賽 那其實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 呃 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一位 就是現在 有一位是 台北問尼優的創造人 叫王志慶 王志慶 他 他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 一本計畫書都沒寫過 完全沒碰到沒碰到 然後他就 有一次他就很快 放放一點資料 一個 欸這個給你 你去升級 然後我就說 這是什麼 他說 你研究一下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 我才知道這個是 那個金管會的金融 金融指示普及計畫 那這個計畫就是 後來我就開始 我就覺得 哇 你學長 學長你的膽子也太大 完全沒有寫過計畫書 讓你賺單 交給我 來處理這樣 那我就開始 慢慢去 去學習 怎麼樣寫計畫 然後怎麼樣去 就是 籌備的活動 然後主持 然後一直到最後的結案子 那其實啊 其實 說到這裡 我想要再跳到另外一個時間 就是我大四的時候 就是我大四的時候 因為在前面 我 就是 我都在玩社團 然後還有玩普通 對 那後來就是 就是在我大三下 大三上學期 快結束的這個時候 我才發現一件很 情天地利的事情 就是 我還剩一百的學分 沒有學 那還要先下學期 我三個學期 我要修一百學分 對 所以 所以我才發現 哇 我病了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後來就是 所以在那個其實 我在大三下學期 一直到大四的時候 我壓力是非常大的 然後有一些大四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我 我 我 我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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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做什麼 就是 我就一直在 在想 那我相信其實很多 學生 他們在面臨大四的時候 也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欸 可能 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所以 在這一個過程中 我就 我就覺得說 我就想到 其實辦活動 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回 在 我辦完經貿 經濟經濟補結計劃 那個時候 我的感覺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看來講 每月三個月的時間 可是我卻能在這段時間 看到 人家如果可以做 這麼多的事情 對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辦活動 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方法 對 我把它當作一個學習的方式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才會有現在的封創 那我們封創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去 藉由辦活動這件事 然後讓更多人請求 可以看見自我的價值 那 原來 就是可能做完這件事情 請問它到現場 原來我可以 我也可以辦一場 我也可以做到一些 跟別人一樣的事情 嗯 這一場 嗯 就是 所以我接下來想要分享的是 我們之前辦活動的部分 就是 這個是我們在今年一月 你們記不記得今年一月 有一個全 就是 由十一來最有的一天 對 這就是那一天 而且我還記得就是 我在玩 桌遊 就是在我們桌遊間辦 然後 那個時候我們在玩玩 就是玩了個快告 一段落的時候 也還能說 幫我海下船 我們趕快去海船 對 所以 那一天其實 在開始的時候 我超慘張的 因為我想說 這麼冷 完全 一定沒有人來 結果 其實讓我非常感動的是 當天 我們有十六輪的寶 十六輪都來了 對 所以 所以其實這一件事 所以 因為這一件事 所以讓我可以接近 一半 讓我可以看望自己家 自己的事情 那 接下來就是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一直 動不去去的 那為什麼會叫 不成熟朋友去呢 其實它的原因 其實也是來自於 很簡單的理由 如果 可以讓不同的朋友 去在一起 彼此認識 而且一起學習的話 那 會 會 會怎麼樣 對 所以我們就辦法更活動 那 其實我們每次活動不一樣 譬如說像是 這一場活動呢 就是讓大家抽牌 然後 我們那天 主要就是在表達的地上 所以我們就讓大家去 路上 找路人拍照 對 他們必須要說服路人 然後 他們 帶上特定的道具 還有特定的姿勢 然後像是 像是這位 幾位伯伯 他是 他是抽到BBBZ的題目 所以他就 他就要 帶這個包 也都要去拍照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三月的部分 我們是辦那個 就是業務銷售能力 那就是銷售能力 我們把桌遊這個 我們把銷售這個東西 開發成的桌遊 然後用大家來體驗 所以你們會看到很多奇怪的卡牌 就像 像這個 這個是我妹啦 然後他手上拿的是流氓卡 對 所以他在活動當天 所以你們就到處殺價 然後吵流氓 對 然後 然後下面就去處罰 對 然後還有 欸這場不吃中午劇 就是我們在這場活動 玩一個上去的賣套家 對 就是偷吃東西 然後看哪一次 可以先把食物吸完 就吸完 對 那這個是我們在 9月24號 我們辦一場活動 叫做那個 如果啊如果 角色大叫化 那這場 就是主要是計畫面 那 接下來我們的活動是在12月3號 然後歡迎你們就是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一起來參加 謝謝 製作物資工 對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找我們 我們這次找鴻馬克導演一起合作 然後我們想要把夢想 變成一個實戰的遊戲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體驗 甚至在這場活動 讓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再多製作創建團隊 謝謝